神像鬼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津津 独家出品 1523集 长凡看了一眼李亚文 不过并没有接李亚文的话 接入子安的申请有没有批下来 哦 那个已经批了 张先生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在桃里村里面留了暗线 工地这边也有吴永亮帮忙打探 我准备先等他们的反馈结果 等有了结果以后我们再做打算 李亚文停了 略作沉思 要不咱们先把刘熊给控制起来 不行 这个办法一开始我也想过 当然最终我还是放弃了 咱们控制刘熊的目的 是让刘熊把他所知的一切都告诉我们 全力配合 但是刘熊恐怕是不可能配合的 听到张凡的话 李亚文脸上浮现出一抹疑惑了 何出此言呢 从刘熊面相来看 他无父无母 无妻无子 世界上恐怕没有让他牵挂 能让他屈服的人 并且他身背数条人命 他心底很清楚 只要被警方抓了 他肯定活不了 他终究是死路一条 所以根本就没有配合咱们的理由 原来是这样啊 咱们抓捕刘熊 只单纯地想把刘熊绳之一法 我感觉用不了多久 刘熊的同伙就会发现 刘熊已经被咱们给扣押 等不到咱们把整件事情查清楚 这些人恐怕就要纷纷出逃 那咱们的计划就要彻底流产了 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考虑这事 刘熊都不能被抓 嗯 那好吧 就按照您的计划进行 那接下来您要去哪呢 回家等消息 今天是周末 你去陪你的女朋友吧 有什么事情我会打电话给你 李亚文听了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我就去陪我女朋友了 张凡也是笑了笑 李亚文下车后 张凡去车 直奔他家的方向行驶 他之所以对调查此事如此的执拗 有两个原因 第一 刘熊身上背负书条人命 李丰山的手表 又有丧尽天良的阵法 团队里面的两个人 都是如此的穷穷极恶 那整个团队所做的事 毕竟也是最大恶极的 这样的恶人必须要除掉 第二 之前张凡从那个面目猙獰恶鬼那里活之 那个恶鬼喝得也有很深的仇怨 而且这个恶鬼也是汉原一族 如今这里又出现了汉原族的族人 张凡也一直对于汉原族这个神秘的族群颇感兴趣 这些个因素便组成了张凡继续调查此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凡的车子刚刚行驶到半路 手机便响了 他拿起来一看 是楚心打的 喂 楚心 小凡 你现在在哪 听到楚心的问题 张凡私下环顾了一番 他是第一次到林家这个项目来 这个地方虽然也在市区 但是比较偏僻 所以张凡根本就不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今天我休班 请约你出去站一站 这样 那你在家里面等我 我马上过来接你 张凡这两天一直在调查案子 大脑一直被这个案子占据 所以也是十分疲惫的 正好和楚心一起出去散散心 换换脑子 大概过了十五分钟 张凡便到了楚心家的小区门口 他也没有把车子开进去 更没有上楼 而是打电话告知楚心 让他下来 他一旦上楼 免不了要和楚心父母寒暄 还要耽误不少时间呢 张凡不想这样 很快楚心便下来 当楚心出了小区 看到张凡的时候 他脸上浮现出一抹喜色了 同时更是加快了脚步 上车看到张凡 脸上喜色更生了 怎么这么高兴啊 休息出去玩 当然高兴了 哦 咱去哪 咱们去逛商场 听到楚心的话 张凡嘴角抽动了一下 他也和别的女孩逛过商场 那逛的是昏天黑历 他是真的体会不到 逛商场有什么快乐的 现在正是换季的时候 我想去商场买一些打折的衣服 质量好 而且还便宜 看到楚心兴致勃勃的样子 张凡也没忍心拒绝 反正去哪玩都是玩 无所谓了 那咱去洗达广场好了 楚心点头 然后车子便行驶向洗达广场 二楼是女庄专区 两人到了洗达广场以后 便上了二楼 在二楼里面闲逛起来 最近我们部门先安排了一名护士长 这次的护士长性格温润 为人和善 跟同事们处得都非常好 这个护士长并没有针对你吧 没有 楚心笑着摆了摆手 对了小凡 由于上次的事 你的威望在医院里更高了 马院长也快到了退休的年龄 医院传出了这样的话 说是下一任院长非你莫属 这事你已经跟马院长商量好了 这是真的吗 楚心这话 把张凡给弄懵了 自己当院长这事 连自己都不清楚 这话是从哪传得出来的 这个真是三人成虎啊 这些都是谣言 我和马院长 可从来没有讨论过这种事 哦 好吧 对了小凡 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 那个 嗯 那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